楚雄的一张亮丽名片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人古镇 这里以古建筑为平台 宜文化为灵魂 集文化景区 旅游集散地 城市会合厅等多种功能与一体 反映宜族文化民俗风情 跟一典雨昕一起去看看吧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一典雨昕 但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云南楚雄州宜人古镇 穿过这个府门 我们现在把车停在这里 然后步行走进古镇 沿着虎门进来的这一条主路呢 也叫德云南街 经过这个南街 在我们即将到达的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闭魔广场 到楚雄邀请了一个当地的 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然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楚雄 大美楚雄有哪些好玩的 宜人古镇有什么好玩的 早上有请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莫莉 然后我们两个是同学 欢迎你们这次来到 云南楚雄一租自治之洲 那么在身后的呢 就是宜人古镇了 然后先让我们来看看吧 走 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到了一个土司府 非常古色古像的这样的一个宜人建筑 那现在呢这里面呢 它是说被改成了一个 呃就是办公区 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沙盘 我们去看一下吧 它这里的话 这个土司府现在的话就改成了一个 感觉像房地产的接待大厅一样 这里边非常大的一个沙盘 看 小姐你要哪栋楼啊 这个户型非常好 这个可以看湖看江的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宜人部落的一个景点 导览图 要往宜人部落走进去 然后后面的话是闭魔广场 然后茶花溪 然后清平河 这个都是一个就是 呃比较主要的几个景点 对 然后它主要展现的应该就是说 呃 宜族的一个风土人情吧 然后包括服装呀 饮食呀 文化等等的 这一系列的一个展现 然后走吧 那我们就去宜人部落看看 疫情的原因 所以说没有举办聚火大典 然后往年的话 这边都是比较热闹的 然后加上阴雨天的话 呃 可能就少了一点 就是以前的那个节日的气氛 火把节的气氛 也是一个宜族 比较盛大的一个节日 这是宜家公社 这个是土主庙 土主庙 宜族的老土 这是他们宜人的这个宜族的土主庙 对 我们把这个福带然后拴起来了 那这个呢 就是毕摩的十祖 阿普都睦 那旁边呢 是他的六个儿子 那我现在踩的这个地图呢 就是遗族的十祖 阿普都睦 六个儿子的一个分布式遗图 比如说这里就有梁山遗族自治州的 然后这里是威宁 然后毕杰 在下面是广西 而我现在踩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楚雄 然后包括那里有鹅山 然后直到这个往西走的怒江 南苍江这边 然后都是有的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马邦的群雕 他们主要是展示了他们的一些马邦的生活 比如说这里下面就有一个解释叫歇脚歇歇 还要过险滩 这个用重庆话来说啊 就歇脚 然后就休息一会儿的意思 这个叫补衣 因为要补衣服嘛 衣服难免会有破损 这就是赶路 头上追着辣太阳 旁边长着马蹄香 福尽黄昏 奔马店 盐水烫角 喝米汤 那云南这边呢也是有很多产颜的 往西的话 然后是到这个腾冲 往北的话是这个迪庆 然后这边的话就产颜还是蛮丰富的 去找那个观音洞 这里还蛮别致的 看这些柱头的话都是那种 很有少数民族特色的 画的他们的一些 一些生活的场景 看这个女孩的话 在这上面还有一个叶子 超大的这个葫芦 上面还有一些遗族的一些图腾 从这个葫芦一过来呢 这里就是观音洞了 就可以看到 前面有个老虎 那这个甲山这里的话就有一些雕塑 我们现在往里走一走 哇 这里就是一些佛教的雕塑 雕像 然后这里有一个弥勒 这里的佛像的话 这个佛像的眉毛好长啊 然后这一个老爷爷 然后带着一个大象 从这个观音洞一过来呢 然后这里就是苏尼房 苏尼房这里就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台子 然后旁边就有这种铁锅 然后还有很多木材 可以供这个火把节 或者说点火的 这样的一些活动版 应该是在这里搞 那这个壁画描绘的 就是遗族的传统习俗 就是抢婚 就男女结合的话 然后有相识 恋爱 说眉 定亲 迎亲 回门 这几个步骤 穿过整个古镇 现在我们来到了 银人古镇的这个大牌坊这里 那拜拜 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到这个黑虎桥 那黑虎桥呢也是遗族人民啊 它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象征 象征他们像猛虎一样奋发图强 像猛虎一样勇往直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黑虎桥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他们的逼魔广场 来看最上面是汉子 中间这一块呢 第二个是这个英文 然后再是韩文 最后下面这个蚊子的话就蛮特别的 很可爱 这个蚊子呢 应该就是他们遗族自己的蚊子了 那一般来说的话 在每年的这个时期 然后避魔广场都是非常的热闹的 因为他们千人踏鸽万人在无 就在这里一起举行疑人的疑族的独特的火把节 看那个中间就有一个这个超点火把的很大的一个器具 那非常可惜非常遗憾 今年呢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所以他们把火把节取消了 然后所以我们来只能看到这个空旷的广场 加上那个点火的器具 那这一期我们的疑人古镇的话就带给大家到这里了 希望你喜欢 那我们的西藏旅行持续在进行当中 现在是在云南境内 那请大家持续关注 我们一定要记得关注评论点赞 还有转发哦 拜拜 拜拜